都说女人生的好不如长的好 长的好不如嫁的好 所以不同的女人在选择不同的婚姻时 注定她们最后的结果也有所不同 男人如果具备以下这几个优点 那么注定在你和她结完婚之后 她会是一个好丈夫 同时也会成为你理想中的那个男神 一 独立自主 我们都知道现在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他们估计大部分都是家中的独生子 从小被父母视为手心里的宝贝 捧在手里怕摔着 还在嘴里怕化了 从小到大什么事情都不让他们做 自然而然的也把他们培养成一个妈宝男 每当自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们都会依靠父母 像这样的男人 即使结完婚之后 他们也不会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 但是像这种独立自主的男人 他在婚后 能够把自己打造成你理想中的男人 并且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他都会非常镇定 像这样的男人 他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好丈夫形象 所以女人在挑选自己另一半的时候 千万要睁大双眼仔细寻找 毕竟婚姻不是阿戏 走错一步 就意味着你的一生 都将毁在那个男人手中 二 不抽烟不喝酒 我们都知道 现在很多男人 他们在没有结婚的时候 都喜欢抽烟喝酒 甚至有的时候 当男人喝醉酒之后 他们脾气就会非常暴躁 于是就会把自己所有的情绪 都发泄在女人的身上 像这种男人 注定他的一生 都不会得到一份真挚的感情 同时女人也会离他越来越远 但是相反 像那种既不抽烟也不喝酒的男人 不能够说 他们是世界上十全十美的人 但最起码 他们知道 如何去经营一段成功的婚姻 并且像这种男人 他们之所以不吸烟不喝酒 是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养成了这种不良的嗜好 那么就会给自己的家人带来麻烦 因为吸二手烟的人 身体会变得越来越差 所以像这样的男人 他就是每个女人心目当中的好丈夫 三 不赌博 我们都知道 当一个人一旦站上赌博 那么就意味着 他的一生都将活在社会的最低层 永远都站不起来 同时相反 当一个男人 他一生都不爱好赌博 并且每天勤奋努力 像这样的男人 他就是每个女人口中常说的好丈夫 因为像这种男人 当女人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不管未来发生什么 他都愿意和对方不离不弃 即使当初女方的父母反对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但是像这种男人 他也会想方设法的 去向女方的父母证明自己能够保护他的女儿 所以想让两位老人很安心的 把他们的女儿交到自己的身边 像这样的男人 总是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保持一颗冷静的心 所以结婚后他们就会树立起一个好丈夫的典范 四 知道如何去解决妻子和母亲之间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 婆媳关系是每个女人在结完婚之后 最头痛的一件事情 当一个男人和女人结完婚之后 每当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妻子发生争吵时 他都能够第一时间及时出现在两个女人中间 并且还会利用一些妥当的行为去让两个女人之间的感情变得越来越好 像这样的男人 他就是一个好丈夫的形象 一方面既不伤害自己的妻子 另一方面也不去伤害母亲的心 他知道 要想让一个家庭永远的幸福下去 那么每个人都要退一步 都说人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如果每个人心中都藏有一丝心机 那么终归会酿成一个错误 以上这四种男人 他们就会是一个好丈夫的形象 虽然他们不能够让自己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男人 但是最起码 他们会让自己身边的人 看见自己心情会舒畅 所以在此 小编也想劝告那些女人 有一天 当一个男人主动去讨好你的时候 你就要放下面子去和他在一起 当你真正和他走到一起的那一刻 你会发现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来说 讲坏 所以我们很坏 现在被人松了 那么边就会发现 我们能够从他的男人 当初的男人 非常不像 感谢观看